HELLO 這個就是剛才跟大家說的 這個是Earspring Ridge 這裡是38層 我們想看一下 一進來這個圓關位 其實也有Enough Area 在這裡再放一個小櫃 這裡就有一個衣櫃 其實這個門做了Double Door 其實這個顏色和這個Handle 其實都是Upgrade 上來這裡就在我們的左手邊 就會有一個Power Room 因為這個是Model Home的關係 其實這些都是Upgrade 由瓷磚到牆子 這個都是Upgrade 另外也想跟大家說這個地板 這個地板這個Pardon 這個Pardon 這個Pardon 其實都是同一樣 都是有實木地板 但是因為這個拼接的人工比較貴 可能跟我們普通的地板 是相差三倍價錢的 過來這裡就會 這個就是超過三千多呎的一個獨立屋箱 它怎樣有超過三千多呎呢 其實因為它還有一個Loft 還有一個Finished Basement 我們的尺寸是不包括Basement的 過來在左邊這裡就有一個樓梯 我們進來現在去看看我們的Ground Floor 我們這個是10呎樓底 是Standard的 這個Model Home其實做了很多不同的Upgrade 這個價錢大約是250元左右 但是這個Builder呢 我們想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其實Alsbrim Rich的好處 就像現在我們看到廚房這些電器 其實它給我們送的 獨立屋 這個是獨立屋 其實這些Roth電器 是GAS的爐頭 這些全部都是Standard Package 送給我們的 在其他的Builder 就不會有那麼好的Pardon 其他的是普通牌子 而且是不會是finish那麼多Upgrade 我們這個廚房 Model Home這個廚房 是Integrade這個冰箱 這個是Upgrade 你可以選擇Standard 就是露了一個牌子出來 其實個人喜好 這種Standard Upgrade大約是幾千元的 那爐頭是GAS的 這個也是Standard 這個有一點不同 就是它加闊大了一點 那Builder的 微波爐和焗爐 這個都是Standard的 那這個廚房當然一樣 都有做了Upgrade 那但是 這個Builder在Standard方面 其實的用料都OK 另外一個我想跟大家介紹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 Hot In Pantry 其實這個 在廚房裡面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實用的 可以放很多 我們現在的小小工具 可能是焗爐 或者是 Aerflyer 或者是 製麵包機 那這個位置就是 車房 出去就是車房 那一進來就有個 mall area 這間車房 38呎 那我們都會有個 侯院的 那這個deck 是 Upgrade的 那你可以做 或者不做 還有我們這個 有walk out basement 那這個也是 要額外再給 Upgrade 這個 Model Home 另外還有 Upgrade的地方 其實我基本上今天就想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Model Home 在哪個地方 有Upgrade 那一陣我們會去 Sales Office 會給大家看一個 沒有Upgrade的 Compare